破坏北溪管道行动小组 由乌克兰前特工和平民潜水员组成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5日以此为题报道称 经过为期近两年的调查发现 爆破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行动小组 由多名乌克兰前水员组成 他们几乎全是平民 乌克兰前特工罗曼切尔温斯基策划了破坏行动 据报道 切尔温斯基组建了行动小组 第一步便是寻找能在100米深海作业 且愿意承担重大健康风险的潜水员 并对他们进行培训 一名乌特种部队军人在为这次行动 租用的帆船上负责指挥 被租用的帆船登记在一名乌克兰人名下 据称 这一行动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已开始酝酿 冲突爆发后 这些人加紧了筹备工作 报道还称 此次行动耗资近30万美元 资金据称由私人资助 这次行动曾被提交给 时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审批 据称 扎鲁日内对行动开了绿灯 但破坏小组和军方 均未向乌克兰总统责连斯基 通报有关情况 他对此毫不知情 对于德媒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称 乌克兰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无关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25日表示 北溪事件已过去两年 涉事国家的官方调查至今尚无实质性结果 像个笑话 另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26日表示 将北溪事件责任推给某些 清乌克兰势力和民间潜水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站在北溪爆炸案背后的是 美国当局和美国总统拜登本人